好了,我們繼續回來了 剛剛就講到這裡,接著下去 耶和華就曉喻摩西和阿倫說 法老若對你們說,你們行見其事 你就吩咐阿倫說,把杖放在法老面前 就令到杖變成蛇 摩西和阿倫就進去見法老 就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的去做 阿倫就把杖放在法老和神木面前 於是法老就照著博士和術士來 他們在埃及裏面做法術 也用邪術就照樣這樣做 各人就丟下了自己的杖 而杖也變成蛇 但是阿倫的蛇就吞了他們的杖 摩西和阿倫就照耶和華所吩咐去做 阿倫也在法老和神木眼前 舉象擊打河裡的水 河裡的水就變了血 河裡的魚死了 河也變了腥臭 埃及人就不能夠飲河裡的水 而且埃及遍地都是有血 埃及行法術的和做邪術的 照樣這樣做 法老心裡就乾硬 不肯聽摩西和阿倫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 阿倫就這樣說 給我百姓走 你服侍我 你師奉我 你若不肯讓他們走的話 我就會令到青蛙租撻你的射境 河裡便會滋生青蛙 這些青蛙你要賞到你的宮殿 要賞到你的餓房 賞到你的床 賞到你的神伏的家 賞到你百姓的身體 賞到你的牢教 和你的全面的盆 又要賞到你百姓並你種神伏的身上 阿倫就身仗在埃及的種水之上 青蛙就上來遮滿了埃及地 做法術的也是用他們的邪術照樣地做 令到青蛙就上了埃及地 法老趙摩西和阿倫就說 請你們求耶華令到這個青蛙離開我和我的民 我就用八姓去制製耶穫華 摩西就對法老說 任憑你啦 我要何時為你和你的神牧並你的八姓祈求 除滅青蛙離開你和你的宮殿子留在河裡 他說明天 摩西就說 可以照你的話 令到你知道好像耶和華這樣 我們的神 耶和華就叫摩西的意思去做 就在房裡面 園裡面 田野間那些青蛙全部都死了 那種人就把青蛙推成一堆 遍地變成聲臭 好了 接著耶華也吩咐摩西說 你對阿倫港伸出你的仗 擊打地上的塵土 令到塵土令埃及遍地變成塞 做法術的也都用邪術 有些要生塞出來但不行 於是在人身上和畜生的身上都有塞 法術的就對法老說 哇這個真是神的手段來的 法老心裡干涼又不肯聽摩西和阿倫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接著有了烏鷹變成一大堆 進入法老的宮殿和神附的房屋 埃及遍地就因為整群的烏鷹就敗壞了 法老就照摩西和阿倫尼說 你們去在這個地方祭祀這些神 摩西就說 這樣做是本來不相宜的 因為我們要將埃及人所厭護的祭祀耶和華我們是神 若果將埃及人所厭護的在他們眼前獻祭祭 他們是不是將石頭打死我們 我們要去曠野行三日路程 照著耶和華我們是神所要 吩咐我們的祭祭祀 法老就說 我讓你走啊 在曠野祭祀你們是神 只要不要走那麼遠 你為我祈禱啊 耶和華的手就加在你田間的畜生上面 就是馬、駱、駱駝、牛群、羊群 必有重重的瘟疫 耶和華要分別以色列的伸促和鴉的伸促 凡是屬於以色列人的 一樣都不會死的 耶和華就吩咐摩西和阿倫說 你們拿幾個奴灰來 摩西就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揚起來 這個灰要在埃及全地變數塵土 在人的身上和畜生的身上都要刪創 那麼摩西阿倫就拿了奴灰來 站在法老面前 摩西就向天揚出來 就在人身上和畜生的身上起了坡 那麼法術的在摩西面前就站不穩 因為在他們身上和埃及人身上都刪創 然後摩西再向天伸仗 耶和華就打雷落博 有火閃到地上 耶和華落博在埃及的地上 那時候博參與火是很重要的 自從埃及成國以來 遍地都沒有那麼多人害怕的 在埃及遍地 博打了田間所有的人和牲畜 並一切的塞梭 又打壞了田間一切的樹木 唯獨以色列人所住的哥山地就無冰薄 法佬打法人就是照摩西和亞倫尼對他們說 這一次我犯了罪了 耶和華是公義的 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惡的 這個雷轟冰雹我們已經受救了 請你們求耶和華 我們就讓你們走 不再留你們了 摩西和亞倫就進去見法佬 對他們說 耶和華 希伯來人的神這樣說 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什麼時候 讓我百姓走 你就侍奉我 你說不肯的話 明天就會有蝗蟲進你的境內 遮滿了全地 甚至看不到地下 並且吃了那些冰箱所蒸 和田野間所蒸下來的樹木 你的宮殿和你眾神埔的房屋 並一切埃及人的房屋 都要被蝗蟲置滿 自從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 在這個世界上以來 直到今天都沒有見過那麼多人害怕 摩西就轉身離開法佬出去 法佬的神博就對法佬說 這個人為我們網羅要到什麼時候 讓人去侍奉耶和他們的神 埃及已經不行了 你還不知道嗎 於是摩西和亞倫就被召回去見法佬 法佬對他們說 你們去侍奉你們的神 但是要去的是誰 誰呀 摩西就說 我們要和我們老的 少的 子女 一起去 而且也要把羊群牛群一起帶去 我們就要向耶和亞手折 法佬對他們說 我讓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去的時候 耶和亞和你們同在 你們要謹慎 因為有禍在你們眼前 不可以都去了 這些壯年人 去侍奉耶和亞 因為這些是你們所求的 於是呢 就將他們在佛佬眼前 推了出來 好 待會回來 我們再繼續